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拍攝的劇情小短片 攝影組到底該帶什麼東西 目前你看到的這些都是我自己的 個人買的攝影器材 那但是你在外面出租啊 你假設你沒有攝影機 你需要去外面出租 你到底要租什麼東西 你要租個什麼肩架組嗎 還是租個什麼Easy Rig 還是你要租個什麼其他的穩定器之類的 還有一些你需要可能輔拍啊 或者是怎麼樣超低角度的拍攝 你要如何去達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這些器材也就是 輔助你達到這些東西的一些工具啦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箱子開始跟我分享 那這一個是我的攝影配件包 那這就包含了所有攝影 應該需要用到的東西都在這個箱子裡 像是我們的充電器啊 然後一些行動電源 相機的電池 相機充電器 任何的線 還有螢幕 還有一些遙控器的部分 都在這個箱子裡 那當然還有最重要的記憶卡 你一定要多帶幾張 然後有一些相機擦拭布啊 布紙跟濕紙鏡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的 呃工頭 這個是大家都教它機機的部分 這個也還蠻好用的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用得到就派得上用場 你可以鎖上面下面左邊右邊就 超級好用 那燈光也是 就是你如果你要加個小燈 那這樣的小燈 就是你可以用這樣機機啊 就是那個工頭的部分 你就隨便 就是輕鬆的就鎖到任何地方 相機上啊 隨便的攜角 亂夾 都可以 那攝影包裡面我會多帶幾顆AA電池 那因為我之前有拍攝過就是 可能像森林組啊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電池充一充 或者是它幹嘛 就是沒有充到它的電池啊 然後它又要再找製品去另外去買電池 然後就大家都在等森林組 或是在等其他東西 反正AA電池 有時候真的可以拍上用場 可能像是它要開電池 然後沒有那個遙控器沒有電池之類 這也可以拍上用場 反正就是帶一組 就是可有可無 然後箱子裡面還有一些 你要組裝攝影器材的工具 那我覺得這個 像是這樣子大隻的 會比小隻的好用太多了 你這樣小小隻的 你鎖緊的力道 就可能比較弱 那當然就是還有一些 各種小小的 你要知道你上面所有的零件 像是這樣螢幕下面有雲台 那它下面旁邊的六角板索 這個螺絲特別的小 那你還有一些其他的配件 像是跟膠器啊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配件 那螺絲的這個六角板索 跟平常的這種 大隻的鎖相機塊拆板的六角板索 不一樣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攜帶 因為你不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會拍上用場 你可能就很相信這個器材 然後你拍攝的時候就出事情 我就已經預告 遇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可能 我在拍攝的時候 這個忽然就給它鬆掉 然後螺絲就給它掉出來 然後整個就是拍攝就變成 亂七八糟 還有一個神奇的齒輪雲台 這個齒輪雲台 我覺得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不管你在拍攝平面 或者是動態 就是我們在拍攝劇情片的時候 這個也非常非常好用 你可以拍上用場非常非常多次 如果你要固定在一個地方拍攝 那你可以很輕鬆去調整你的水平 你的paint跟tilt 去微 細微調整 把一些你想要的直線 跟一些角落的那個90度角 全部都剛好在頂到畫框 就你可以完美的構圖啦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能用油壓雲台 那它可能就是 嗯 就不一樣的工具 那就看你想要什麼東西 這樣子 就是 油壓雲台沒有辦法調整水平 到這麼精細的程度 就是你在 真的是 輕輕一轉 你就可以微小 調整那水平的 一點點的角度 那這個是油壓雲台 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我是沒有看過 有人在用這個東西 在拍攝劇情片的啦 但是這就是一個 小小的工具 那要用不用就 看攝影師個人喜好囉 那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備用的螢幕 那就是 可能你的主要螢幕故障 還是幹嘛 就備用一下 可有可無的東西 那講到這盞小燈 我真的覺得這盞小燈 比Aputure MC好用 雖然他們是有點不太 一樣的用途 像是Aputure MC 就是可能像是放到你的背景啊 然後當作一個 practical light 就是你可以拍攝它 拍它的一個燈具 那這一盞用途不太一樣 它有點像是就是 在一個特寫的鏡頭 你可以很容易去 藏在一個頭髮後面啊 或是你要勾勒什麼東西的線條 就直接輕鬆的放在畫框外面 那你這麼輕巧 然後它也內建電池 你就可以直接 非常容易放在畫框外 然後夾在一個地方這樣子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重點是它的出力還蠻強的 嗯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都買了一個蜂巢培件 那它就可以更容易的控制你的光線 在拍攝劇情片的時候 出力所有的燈都很強 因為你可能要把整體的環境提亮 拍室內的話 然後你要再加個ND啊 或是縮光圈縮很小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燈才可以拍上用場 MC那個5瓦燈就是變成 可能你在拍攝其他的室內很昏暗的地方 你可以忽然補一盞小燈 那也是沒問題的 但是拍攝劇情片這樣的比較大的口袋燈 真的是拍上用場的次數多很多 APTURE MC我也會多帶機展 因為它有的時候 不只是在拍片的時候會用到 你可能在一個黑色的房間裡面 你也可以很容易去拍上用場 就是來找東西啊還是幹嘛的 因為它真的是太小了 小到一個很難 就是我就有一個小洞 我就可以把它輕鬆的塞到我的袋子裡面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小小的燈具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無線更交的小小手輪啊 那這個東西也還蠻好用的 這個是PD MOVIE的LIVE AIR 2 那你可以輕鬆的 你如果要自己跟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加在你的導管上面 你就可以自己跟 那你如果想要把它拿出去分開來 可能給你的助理 超棒的助理去跟 然後用無線圖傳這樣子 也是可以 那它就是一個很非常簡單 但是還蠻穩定的一個無線更交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那它的什麼AB線位啊 然後一些什麼 鏡頭轉動的方向之類的 就都有 就還蠻推薦的 然後一大堆的MPF電池 還有這個一轉四 這個也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你通常拍片劇組 各種人都在搶插頭 你燈光要搶插頭 美術要搶插頭 然後裝書法 那個書畫也要搶插頭 然後你現在攝影族也要搶插頭 每一個插頭都非常非常的 珍珍貴 所以你可能一個插頭 只插兩個洞 真的是太浪費了 所以你一定要帶這種 像是一轉二 或是一轉四插頭 那不管它是三插還是兩插 都都好 反正你一定要有這個東西啊 不然你一定會插頭不夠 然後大家都在搶 然後莫名其妙 你的插頭就被拔掉 結果你什麼電都沒有充到 然後我備用相機也就是帶了一台Canon的相機 就是你假設你的主要的攝影機真的是掛掉了 或是怎麼樣 或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還是有一台備用相機 就不管它是好的還是爛的 你還是可以繼續執行你的拍攝 不會就是大家在那裡等那台相機說 怎麼開不了機還是怎麼樣 或是就反正備用機也帶著 然後還有快拆板 就不管你是用Manfrotto快拆板 你用ARCA快拆板 反正就是快拆板多帶幾片 就帶兩片啦 至少帶兩片 因為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 OK 那我們繼續開另外一個攝影箱的部分 那這個攝影箱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當然我不確定到底外面出租 它會不會附給你一個像是這樣的箱子 因為這樣的箱子真的是 這個是Think Tank的某一個箱子 反正它裡面空間非常非常大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 的油壓雲台都放進去 然後重點是你整台相機可以輕鬆的 就這樣子 就是你不用拆任何東西 你無線根膠啊 鏡頭啊 然後什麼板啊 或是線啊 線要記得拔 不然你會凹爛它 但是還有上面的把手 都不用拔 就你可把整個關起來 所以你拍攝現場 你不需要組裝任何東西 你可以整個組裝完 再去拍攝現場 然後你就是拍攝現場 你要拍攝前幾分鐘 就是你要把它組裝起來 前 你就整台把它拿出來 這真的是效率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你在這樣分秒必真的拍攝現場 你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用 那這裡面還多上幾顆鏡頭 這次我拍攝我帶了一二三四五六顆鏡頭 反正就 就你想要玩的那些鏡頭 你就帶著這樣子 沒有用到就是沒差 有用到就是加分 這個箱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 笨合的無線圖傳 Bandbox笨合 它真的叫做笨合 笨合呢 第一個它價錢非常便宜 它才三千多塊 第二它內建電池很輕巧 你可以隨便掛在你的相機的任何一個位置 都很簡單 第三就是它的影像 很容易可以發送到各種裝置 就是它可以一發四收 你可以到手機平板電腦都可以去接收這樣的訊號 那你可以一個給導演 一個給燈光組他去調燈 一個給美術組去調整東西 然後一個再給大柱去跟焦 就假設他要跟焦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是有延遲 但是沒有到太誇張的延遲 你可以一秒鐘之類的 那那個大柱跟焦也跟得還蠻順的 就我也真的是出乎意料 就是有延遲 然後還可以跟焦 而且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 可能是大柱非常非常厲害吧 就給它們兩百分 如果有興趣 我有拍一個影片你可以去看看 那特別講一下這個矮角的部分 因為我是用這個manphoto502的神奇的油壓雲台 那這個矮角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它可以用一個超級無敵低的角度 然後放上我的油壓雲台 這樣真的拍攝可以一個非常低 然後你又有整個油壓雲台的所有的控制 這整個就是超級完美的組合 一個超級低矮角的拍攝 這個就可以輕鬆的拍攝 或者是你要拍攝 像是我們這次拍攝有一個很小的空間 我們用木箱疊起來 這個矮角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調整這個角度 還有它的各種長 就是它還可以調整長短之類的 你也可以去調整水平 就反正這個組合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可以放在桌上啊 放在一個小小空間 放在地上 對 完美的組合 簡單的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攝影機上面 到底裝哪些東西 這個就是因個人喜好 就是 我就分享我的 你們到底覺得實不實用 那就是看你們 因為每一個人使用用途 跟使用喜好 就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我們的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那為什麼 是4K呢 因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個Speed Booster 它可以乘0.71 所以它是乘兩倍的焦段 再乘0.71 所以它會比超35還要再更廣一點 那我這個非常喜歡超廣角的人 又不想要去完全騙幅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中間值 就是 比超級315還要再更廣一點的攝影機 就 然後這個Metabone還可以再加一檔的光 這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我覺得真的是超級讚的一個優勢 就是你拍攝任何東西都會再亮一檔 真的是超讚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光圈再縮更多 然後你可以讓更多東西在畫面裡是清楚的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勢 這是超級35是沒有辦法辦到的東西 就是 加了這個Metabone Speed Booster 那這個整個兔龍 然後加上導管 這個導管 也是因為這次拍攝所以另外去買了這個導管 因為它比較長 然後它可以插比較後面 就讓這整個導管非常非常的穩定紮實 那前面有加一個鏡頭支撐的 因為我用無線根膠 那這個小小無線根膠其實 馬達扭力還蠻強的 我也就是 我覺得還蠻厲害 而且它是直接插電池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去供電這個無線馬達 而且它可以用還蠻舊的 一天可能換一次電池 就可以撐一整天 就還蠻厲害的 那加了導管 主要原因是前面有這個 那個鏡頭支撐啦 因為這個馬達扭力 剛剛講馬達扭力很強 所以你一轉 這整個鏡頭跟這個鏡頭接環 是整個會一起扭動的 所以 就是前面要再加一個鏡頭支撐 不管是多短的 多廣的鏡頭 你一轉 那個馬達一轉 你整個鏡頭都會扭動 所以就是 加鏡頭支撐整個相機會穩超多 我可能可以移掉90% 你之前會遇到的晃動 現在都把它解決了 那只是那個10% 那10%可能就是在那個70-200 200端 你在那裡微小了 往回轉 那可能會還是會看得出來一點東西 但是你正常的焦段 像是我這個2435焦段 還蠻常用到的鏡頭 就2435這個焦段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你完全看不出來 到底它在那裡跟焦 轉到後面再轉到前面 那個鏡頭完全不會晃動 供電系統我全部都用 這個MPF電池啦 就是整個像是螢幕也是用MPF電池 然後旁邊 下面啦下面 ARCA 我全部都用ARCA版 反正就是加了這個導管系統 然後再加一個ARCA版 因為ARCA真的是 我覺得好用非常好用 然後又很小 然後也很緊固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下面ARCA版 你也是可以鎖兩個螺絲 所以讓它不會一直扭動 嗯哼 不會扭動 這是一個重點喔 OK那這裡有一隻白諾的攝影腳架 我是覺得 相機的腳架跟影片的腳架 其實我覺得沒有差距要太大 反正你都可以拍出好的影片 那 可能最大的差異是 在 調整高度的時間 跟 你在激烈 左右PIN的時候 會有的 扭動 也是可以拍出好的影片啦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 被這個腳架局限到 那下一代這個DJI配件包 其實跟DJI完全沒有相關的東西 這邊就是一堆CUPO的一些夾具跟 呃 雨傘關節 這個雨傘關節頭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喜歡 因為它可以很輕鬆地去調整某一個軸 單獨調整某一個軸 這有點像雙向雲台的概念 單純去調某一個軸 而且你這個軸可以去設定是斜的軸 所以你也可以去很輕鬆地去調整斜的軸 然後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 這是C甲 C甲也要多帶一些 這樣子你要夾在一些 門邊啊 或是幹嘛的 也很容易拍上用場 那 你這樣子就可以很輕鬆地去組合 然後你可以夾在 隨便夾在C甲喔 C甲上 然後再插你的相機 也是可以辦到了 那 我帶這個雨傘關節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拍攝一個 俯拍的一個 從上往下拍的一個角度 而且要非常非常高 有點像相機在天花板 然後往下看到 呃 一切事物的一個角度 那那個角度呢 我是如何辦到 反正就是用一個 大鋁角 欸 大鋁角 對沒錯 大鋁角在這兒 就是這一個啦 大鋁角 那這個大鋁角 然後上面再放一個 拔蠟頭 再加上一根 這一根就是上了拔蠟頭 你這裡有一個耳朵 耳朵的部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 它 BOOM出去 把你任何東西BOOM出去 你要BOOM燈啊 BOOM麥克風 BOOM相機 都可以 那這次BOOM是相機 因為我在拍攝前 還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執行 這一個 非常高 從上往下的鏡頭 那我有幾個方案 就是原本是想說 我們可以直接用 兩根C角 然後去把 C甲夾在上面 去夾那個 那個 關子 直接橫的 然後從上往下 然後第二個方案就是 我們把這個鏡頭 改成手持 然後 我就站在床上 然後拍攝 然後第三個方案 就是這個方案 所以這個方案 看起來是最棒的 還有另外一個方案是 設住來我房間 然後看到了 他說頂天立地價好像也可以 然後我想 好像也可以 但是頂天立地價就是 你要有一些安全的方式 而且你還有梯子 你才可以把 頂天立地價 頂在那個 橫的 牆壁跟牆壁之間 那我也沒有去特別去 場看的時候 也沒有特別去看說 那個牆壁跟牆壁之間 到底是石牆 還是空空的牆 所以就沒有用頂天立地價 最後就選擇這個方案 就是用BOOM桿 直接把相機往上BOOM 那一樣 我們就是用了那個 剛剛講的齒輪雲台 齒輪雲台是在這裡 就是裝到我們的 這個BOOM桿上面 那我們上面調整角度 就變成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上去 然後看 角度微微的不對 你可以再下來 微調一點點 然後再送上去 就你變成 假設你用油壓雲台 那這個肯定就是一個 很爛的方法 因為就會整個亂七八糟 那用齒輪雲台 整個就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去調整那個完美的對稱的構圖 真的是非常好用 反正這就是一個 我們從上往下拍的另外一個 一個整套的解決方案 那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那之後應該是會持續用這個方案 因為第一個就是你站的空間很小 因為一隻腳就可以搞定 你不需要兩隻腳還是幹嘛的 然後你架設的時間也非常非常的短 好那下一個配件 這就是我們的EasyRig Mini Max的部分 它就是有點像是一個背包 然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相機的重量 放在你的身體上面 所以你在手持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樣手一直晃 然後如果你手放在一個奇怪的角度 你的手也不會 哇塞超重 然後一直晃 你這個就可以幫你支撐那個相機的重量 你只需要把相機放到你要的位置 就可以這就是EasyRig Mini Max最厲害的地方 那我有看到有很多人去租 盜版的EasyRig Mini Max 然後就很好笑 就是你在調整高度的時候 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大 盜版的是你要調整高度 你要去調整你後面的鬆緊 然後它才會幫你撐住相機 那EasyRig Mini Max最厲害的是這個部分 我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EasyRig Mini Max最厲害的部分 就是它的這個後面的沉重 就是它的彈簧設計跟裝置 就是你 只要你拉到一個高度 它就會幫你定在那個高度 你往下拉到那個高度 它就會幫你定在那個高度 你不用再往上拉 然後哇塞它怎麼 又要再去調整後面的什麼彈簧之類的 然後往下拉 哇塞它又鬆掉 然後又要再去調整後面的彈簧之類的 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這整個就是EasyRig Mini Max最厲害的部分 就是EasyRig這間公司最厲害的部分 那其他的公司 就它可能外觀學得很像 但是功能完全不一樣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這個FlyCam 那大部分人都叫它SteadyCam 因為SteadyCam比較有名 那我們就叫它SteadyCam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物理的影像穩定器 那一樣我上面改成了ARCA快拆板 所以我們在雲台之間的轉換都非常流暢 不需要再去噢我們再去換快拆板之類的 我全部都換成ARCA 那就會有人問 欸為什麼你不用DJI的影像穩定器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DJI的影像穩定器 它有一個大小的限制 你不可能加了一個兔龍 然後再加根膠 然後再加電池 然後再加一個螢幕 然後全部把它送到一個DJI Ronin的小小影像穩定器 那是沒辦法辦到的 那這個東西呢 你想要加多少東西你就可以隨便你加 你要加兩個螢幕 三個螢幕隨便你 你要加超多電池也隨便你 你只要配重平衡可以配得好 你都可以辦到 那你想說 哇塞我這麼多可能三公斤的相機 然後加上這個又三公斤的影像穩定器 你一隻手就要撐個五六公斤的一個重量 你手會斷掉吧 所以呢 我有另外一個就是來輔助支撐的 就是我們的背心的部分 那背心然後加上那個彈簧手臂 我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OK那就是我們的彈簧手臂跟我們的背心的部分 它就是幫你撐起這整個五公斤六公斤的重量 這真的是 你如果沒有這個背心你手會直接斷掉 你就是 嗯 它把重量轉移到你身體 呃 腰上面 所以你就是 只有腳在支撐你整台相機的重量 而不會你上半身脊椎還要去支撐你相機的重量 那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累 那從腰直接傳送到你的腳 就可以減輕非常非常多什麼腰痠背痛啊 肩頸痠痛的這種問題 調整平衡也就是跟DJI一樣 就是熟能生巧 你只要越熟悉你可以調整得越快速 所以你不管是改變焦段改變鏡頭 你要改變什麼東西你需要改變低角度拍攝 你就是動一動很快就可以把它改 就是調整好 OK那我們小小劇情影片的攝影器材分享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旁邊還有一大堆的這些都是燈光器材 那我之前有分享過燈光器材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就是小小劇情影片 燈光組到底要幹什麼帶什麼東西 那在另外一支影片有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單純只分享攝影組的部分 好啦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分享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